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三美主,现在西方已经是星期四,4月30号,东方已经进入了下午,对不起,我特别的迟今天,但是大家都了解,无论我没有睡了一个觉醒来,我的眼睛呢,是很不舒服,就是不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永远的感恩,永远走真一路,永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我们真的要回家了,要记得爱三弟,存心存力,存意,爱我们的三弟,而且要爱我们的吝啬,像爱自己一样。 好,接下来谢谢弟弟华强先生来的灵明智良,也谢谢Kelvin upload在YouTube里面。 那昨天看到的异象呢,还是像一样的时间,所以大家要准备好,现在这个大刀呢,就要来分割了,要记得神奇事给我们5月5号跟6号, 然后就是5天的恩典的时间,grace period就回家了,能够上去的上去,不能够的就是留下来。 所以大家特别的注意,好,我现在先读灵明智良,然后这首歌,赵美歌是良人进我园中,良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烂主耶稣,进入我们的信中100%的线上。 那今天的灵明智良是从菲律宾书第三章十八节,那我就从第三章第十三节开始保罗写给菲律宾教会的。 他说,弟兄们,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向前跑,努力的向,忘记背后,努力面对前面的。 接下来第三章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大家,我们现在一定要向着标杆直跑了,如果还在慢吞吞的话,那对不起了。 所以,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 第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房是完全的人,如果我们是完全的人,总是有这样的心, 有什么心呢?就等到良人来,给我们回,对不对? 若在基什么,若在什么世上有别样的心,神也必与这样一词,指示他们。 所以,你怎样对神,神也,祂是公义的,祂没办法,祂是公义的,已经成就了,所以祂就怎样的对你了。 当然,神爱,我们当时要记得,祂是一个神判官,祂是公义的,祂不能够说,特别对一个特别的情况什么,不能够了,就是已经定了。 我们怎样对神,神就怎样的回报,祂还是一样爱我们,当时还是一样爱,一样的,没有不相同,一样样的, 当时,因为祂是谁都一样的,所以一定要公义的审判。 好,第三章第十六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呢? 就当到着什么地步而行? OK,第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旁样行的人。 好,所以要记得保罗跟大家讲的话,而且也要留意那些真正有行道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呢,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神啊,是不是喜悦神啊。 好,那十七节,弟兄们,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耶稣基督的仇敌,这边讲的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做的事情,就是十字架的仇敌,也是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那你说,不是基督徒了,就是属于主义书的吗? 当时大家好好去看教会里头的,看看自己,也要看看自己啊,到底我们是不是十字架的仇敌啊。 那这边讲说,保罗说,我输出的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所以可以看到,保罗他还没有走完这人生的道路之前啊,他很当心啊,他所传给这些教会的人啊,而且还是流泪的跟大家讲,你们要警醒啊,你们行事为人,天堂都在看啊,都在看啊。 第四九节,他就讲到这些不听话的人啊,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子,什么呢? 就是一直追着世上的东西,要吃啊,我要赚钱啊,上帝啊,我没有时间啊,等到我老了,我有赚了一大笔钱,摇老金了啊,那时候我再好好的跟着你。 当时大家都很清楚,时间不留人啊,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走啊,都不知道啊,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每一天的谨慎,所作所为都要喜悦上帝的啊,就是以上,遵守上帝的命令,遵守主耶稣的道,对不对? 好,接下来,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与地上的事为念, 就是他们爱慕虚荣,爱世界的东西啊,对于自己啊,这些爱慕虚荣,这些在天国里面,在天上里面是一个羞耻的事,当时他们就觉得很荣耀了啊,那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准备回国的啊,OK,并且等候救主,是等候主耶稣,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本是从天上降下, 所以,二十节,二十三就是完了,二十就是救恩啊,第三章二十节,我再读一次,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讲到这边,有一个异象, 刚才我在想说这个是谁啊,后来我当然,有到我的头脑是主耶稣,为什么他是从东出现啊,出现两次,大家看这个图片地上那边,就看到有一个很muscular,muscular就是很强壮的,很sweet的一个男人啊,一个男人啊, 他穿整身穿白的,但是他健身的衣服这样,他是从东方出来这样,呃,东,东,就是我这样看过去啊,画面从东方那边,啊,就是右边那边出来,然后又第二次啊,又再第二次,就是说要记得,要谨慎啊,要谨慎,这个是属于呢,就是主耶稣啊,那主耶稣啊, 他,就是说要纵盛了,主耶稣啊,就出来,就是说,他就要来了,就要来了,我看到两次,他出来,然后又再一次给我看,就是提醒大家,主耶稣真的要来了啊,那他是胜利的,所以他是muscular,抢转,他是胜利的啊,好,第3章21节讲到,他要按着那能够叫, 叫忘有亏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 跟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所以这边就配合第三个图画了 第三个图画就讲到 他要按做那能 叫做忘有亏服自己的大能 主耶稣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 改变形状 讲到这边改变形状 是这样 我只不过是电脑那边 看了今天的一点新闻 然后我不知道Ramda Adson会在里面 Ramda Adson 然后我看到Ramda Adson的Shadow People Shadow People就是仇敌 就是敌人 然后看到他是讲说 我这是注意一点 因为真的没有 也不是说 有听 当时就是我没有那么 神教我说 你不要看别人的 当时必然是他的 他也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准备末日的 他每天看到 每一次 OK每一次 我不知道多少 有时候几天 有时候几个星期一次 看到的 梦中 梦中就跟大家分享 那好像上一次有讲说 他是七个里头的一个 对不对 然后我就听一下 他是讲说 他在梦中 他跟他的丈夫 还有一个女的 他的丈夫非常支持他的 所以他很幸福 他有一个老公 每天都在支持他 在背后 他的老公很相信他看到的 他看到的 他的梦 那他跟他的老公 还有一个女的 他就是不知道他是谁 这个女的 其实之前 几年前 对不对 两三年前 我有跟他 在他的YouTube里面 跟他分享一点 关于 忘记意象是什么 但是第一个 他会相信 第二个 他就不开始 就不跟 不不不不不留言什么 别人都有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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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没有 那我知道说 既然他不相信 既然他 那就忘了吧 但是第一次的时候 我伸给他的时候 那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梦 梦中呢 看到一个女的 他说 不是不是不是美国人 是好像是 别的种族 就是可以说是亚洲人 其实我知道 他讲的里面 是看就看到我 他讲看到一个女的 然后这个女的 跟主耶稣在商量 跟主耶稣在讲话 跟主耶稣在商量 那当然我们一天 可以说都跟主一起在 怎样讲 那时候 因为还是很努力的祷告 但是现在情况有一点 不一样 因为眼睛的问题 而且没有这些精力 就是没有这个力量 像以前这样祷告 然后之后 我不知道 有时候大概 他有做梦 做到这个女的 但是昨天 就是我就是看到 the shadow people 我在想说 大概神有提示 他什么东西 现在已经要回家的时间 然后我就看一下 然后他又讲到 那个女的 然后在里头 他也讲说 跟大家讲说 他说 我们不能够相信别人 ok 就是说 我们只能够相信上帝 不能够相信别人 我在想说 神一直提示给你 这个你的 你一直说 你不要相信这个你的 那就忘了吧 ok 那就忘了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 虔诚的基督徒 然后 他呢 其实我在听说的时候 眼睛闭起来 我就看到他 他是很漂亮 他现在大概 又五十几岁 但是看到的 他在墙壁上 他的照片很大 然后他是很年轻 蛮年轻的 而且比较瘦 瘦的很多 而且头发是短短的 头发是黑色的 是很漂亮的他 很漂亮的他 所以感谢赵梅主 其实呢 我也是昨天早上吧 那看到我们的 XN的以后 是比较瘦 比较年轻 比较漂亮 那是晚间的时候看到 那早上的时候 我也有看到 我自己本身 我他就只是小小 我就会看到 我就感觉到 我的灵 这样 到前面 这个给我看到的意象 看到一个圆圈里面 看到我自己 当时还是戴眼镜 大概跟我讲说 那就是 我知道的是我 当时圣灵就是 把 还是戴眼镜 然后是瘦的很多 也是漂亮的多 OK 所以大家到另外一点 大家都很英俊 潇洒 漂亮 又年轻 又苗条 好不好 那当然我不 我就跟大家讲 讲一下 也包括 丽丽在内 这也是我的 盼望 对不对 大家都要有健康的身体 OK 而且能够飞的那一种 好 刚才这边 宝瑞也讲到说 就是身体的改变 当主耶稣来 接我们回的时候 身体有个改变 就跟主耶稣一样 荣耀的身体 好不好 那我就读灵命之量 基督徒是相信 基督十字架的人 所以我们是相信 基督救恩 基督救恩十字架 那十字架是他的拯救跟荣耀 这些相信的基督徒呢 就是十字架 就是他的拯救跟荣耀 是爱他的主耶稣 为他舍命流血的地方 然后有些人行事呢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那就讲到基督徒啊 有些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那大家都知道 西方国家我一直强调 就是那些 Mike Pompeo 这些跟大家讲 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CRA里面 叫人家去偷去抢 去抢 去抢 抢别的国家的油 去偷 偷别人的东西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to steal to cheat and to lie 还有一个讲评 所以呢 到底为什么要讲他们是基督徒呢 其实他们是被魔鬼利用 违背了上帝 所以这边在讲到说 这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啊 像西本来书上所说的 把神的儿子重定在十字架上 明明的羞耻他 就是他 才做 他做神的儿子 教南讲的是 西本来书第六章第六节 使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做平常的血 结局是非常可怕的 那是西本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 这些是什么样的人 做了什么事呢 这边提到三件事 第一就是以自己的毒服为主 为神 就是说 围绕自己的肚子啊 什么事都做啊 也就是不侍奉神 只要确将自己的毒服 就是肚子饮食 饮食作为第一件事情啊 然后装讲求吃喝 扩肉体的喜好 天天服侍自己的肚子啊 第二 这是第一是 服侍自己的肚子 不侍奉神 OK 第二呢 就是以自己的羞耻为荣 我会接下去 阿民 第二呢 就是以自己的羞耻为荣 什么是信徒的羞耻呢 不当罪恶 污秽 是还有这些什么狮耻为荣 在世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些 好 菲徒比 以福所书第五章 第三节十一节 就是一切属于世上的虚荣 属于世上的虚荣 觉得自己很有名义 地位啊 什么都有 别人就会看得起他 当时在神的眼里 这是愚昧的 好 就是一切属于世界的虚荣 肉体的群义 与人的争执 就是跟人家在争斗啊 也都是信徒的羞耻啊 约翰一书第二章 第十六节 有大二十三 然后二十三 然后雅各 第十三 第一节 第四节 因为这些都要被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世界的东西呢 世界的罪恶都要被定在十字架上 才是完全的基督徒啊 加拉太书第五章 二十四节 第六章 四五节 第三 就是装以地上的四为念 这些人就是信海在这个世界上 十字架已经将信徒的救人定死了 我们的以前的我们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还有很多呢 还是在这个世界 讲到这些基督徒呢 已经就以前的自己已经 以主耶稣一起定在十字架上 现在是以主耶稣一统的复活生天的人 所以我们要以主耶稣一起被定 然后也以主耶稣一统复活生天 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这边讲到这边 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好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早上呢 现在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昨天看到的一项 因为我们现在凌晨了 我就是刚刚醒来5点52分 其实那时候我几点睡觉 好像是两点什么 就睡了一阵子 然后就醒来了 醒来当时还在 好像一半梦中一半异象这样 就看到可以说是异象 因为差不多就是醒来了 看到什么呢 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很大的城市 比武汉更大的城市 比北京可以讲说 它建筑屋非常高很高 而且全部的灯都亮了 它是晚间的一个画面 当时建筑屋里面的灯 全部都亮了 那记得之前 在2006年 对有一个三刀梦 就是不是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2006年的时候 我有三个梦 我前几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看到宇宙 听到主耶稣的声音 那是第二个 其实还有第二个 就是8月1号 我的儿子回家 那个时候 我就有三刀梦 对不对 然后我的儿子也有做梦 就三刀梦 因为现在时间的问题 明天再分享一次 那接下来 还有第三个 就是跟我先生要约过一个桥 当时那时候没有看到这个桥 然后那个水很低 OK 当时景象非常的漂亮 我先生就赶紧跑下去 去看这些鱼这些 当时我叫他快点上来 快点上来 很危险啊 老公 我看这个情景很怕 有事情要发生 你赶紧上来 就是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叫我们跟旁边人讲 危险啊 危险啊 大家要注意啊 不要乱跑啊 OK 然后我先生就是因为不听话了 就突然间 他给地理的火伤爆发了 上来好像蘑菇云这样 然后先生就被水里面淹没了 还好有两个大天使来救他 对不对 OK 那就跟大家讲说 现在情景是非常的危险 大家要准备 好 不要被淹没 好 莉莉目中我先生有两个大天使来救 如果你没有天使来救 你怎么办 你说会发生在西门身上 我一定会的 我比西门好啊 OK 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想法 就已经错了 因为怎样你毕竟是已经 是证明说是一个很 很骄傲的人 不谦卑自己 对不对 就觉得 你就叫自己比别人好 我不是想 我们一定当中有这样的人了 我只是做一个比喻而已 好 当然很多人 有听到这些信息 当时他们很快就离开了 因为他们就是有这种骄傲的情况 所以他不能够接受 好 就这个大天使非常 有很多很高的建筑物 当时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会注意到有一个建筑物呢 他的灯光特别的大 OK 我也不知道 OK 那也不要多说大家心里有数就好了 是不是我们重复也会到那个建筑物 在新的耶路撒冷 这就是新的耶路撒冷 对不对 但是我那时候看着看 其实我先看到这个吧 就好像阿爸父坐在桌子那边 就看到一个画的画面 叫上阿爸父 我通常画阿爸父 然后坐在椅子把他拉进去坐在桌子那边 就是一样样的可以讲一样样的 但是比较瘦 大概可以说是圣灵或者阿爸父 就是讲到一个人 但是阿爸父也有可能很瘦 只是给我看的形象是巴巴的形象会比较胖一点 但是阿爸父就是阿爸父 就算我们头脑 也不是说头脑 就是神给我们看到怎样 我们只能够以这样的形式来了解上帝 所以其实上帝是非常非常的慈悲 这样讲 想到我们的天父天子圣灵 我就会一直在笑一直在开心 真的他们是我们的开心果 上帝是我们的开心果 有没有 那上帝呢 是厉厉的开心果 真的每一次想到上帝 我就很开心 好 接下来 因为我们有这么大能的上帝 真的可以大家两年多来 有没有看到上帝的万能 真的很奇妙 当时又是真实的 好 讲到这边就是上帝 他就写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为什么问号呢 大家记得吗 我们昨天是星期三 那前天就星期二 对不对 那有时候有看到二三 二三字就是星期二星期三 有几次啦 当时有一次是讲二三一个问号 然后又有一次二三字 二三字问号 二三字是什么 那前天星期二呢 就 星期二是看到什么呢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二是28号 就是最后一圈的第一天 对不对 就是最后一圈的第一天了 然后呢 29号 29号 是蓝色的29 之前是看到 导转蓝色的29 天堂抗下来 这样29 那就看到这个新的耶路撒人 然后有一个问号 上帝在问我们是什么 OK 所以是星期三 就是配合这个二三字了 然后呢 就看到一个神 神这个字 然后我就好像 我就比较近这个 这个新的耶路撒人 然后看到神 写着神 然后我就跟自己讲 就灵里这边自己在讲话 就是说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是属于这个神国的 OK 我是属于上帝的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就是我自己灵里在讲话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是属于上帝的 我是上帝的家人 我是上帝的家人 我不是这个世界 那过了几分钟之后呢 就看到有一行字 当时只抓了四个字 就是说 I know you are 我知道你是 就是上帝说 你儿啊 我知道你是 你就是神国的人 OK 那这边是我提醒我们什么 我忘记是放这个经文了 就是圣经里面有讲说 有些人是说 主啊 主啊 救我啊 上帝说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OK 你说 莉莉亚 上帝不是知道 每一个人 对 所以当时上帝认识你 意思是讲说 你已经 你一个人不许愿上帝 把上帝排在外面 OK 不肯上帝进入你的家 进入你的心中 虽然你有接受主耶稣 但是上帝也是照样的 不能够 这种人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家 所以上帝说 I know you are 所以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上帝就是跟大家讲说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属于神国的 就是说 就是一个肯定 就是一个肯定 好不好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还有一个就是说 再过了几分钟 OK 再过了几分钟 就是我这样 我是爬起来了 在画这个画面 这些在画的时候 突然就从我这边 叫神这边 神的时候就从我里面这边 因为我们 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 还有我有这个 就是圣灵也在我们里 当后是有一个骗到 就是主耶稣在我身上 OK 就像我刚妹之前看到 主耶稣就是 就是在我跟我的身体结合 然后我看到 他就是从我这边 手伸出去 手伸出去 伸出去 是什么手 就是说来 女儿 OK 来 牵着我的手 OK 就是手这样出去 就是说主耶稣来牵我们了 主耶稣要牵着我们回家了 对不对 主耶稣来的时候 就像新郎一样 要来借新娘了 好 大家一定要努力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讲 其他这一项 我的手 马 我会接下去 阿妹 好 现在到我的海中 就是讲 Ramda Aston 她在梦中起初 是看到什么 她跟她的丈夫 还有一个女的 她们三个呢 就去一个clinic 一个医院 这样可以讲 医院 要因为现在有这个病毒嘛 要去验 验这个病毒 到底他们 因为他们生病嘛 就是梦中的三个人生病 所以要去验 但是他们在等 等得很久 等到最后呢 有一个富士 还是谁就出来 跟他们讲说 讲说什么 OK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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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验了 没有 No testing No testing No more testing 没有Testing 你们可以回家 没有Testing 你们可以回家 她讲到这边 我立刻就知道 她的意思是什么 当然 Ramda Aston不知道 因为我们 我们是神 每一天在带领 所以我们知道 时间就要到了 他意思是讲说 他跟Ramda Aston 跟他的丈夫 还有这个女的 我知道说 这个女的就是我了 讲说什么呢 讲说没有啦 没有考试啦 你们已经等到很久 Ramda Aston 他们两公婆 已经等很久了 所以跟还有 到了我们这一大群的 也是等很久了 所以就是说 没有啦 没有考验啦 没有测验了 没有测验了 可以回家啦 你们回家啦 没有这样了 就是说我们要回家了 对不对 所以感谢到每一种 好 我就分享看到的意象 那第一那边 没有看到 这个时钟 是昨天天下午看到的吧 OK 前天 应该是前天下午 五点三十二分 五点三十应该是早上 还是下午 不一定是早上 我为什么会写到 写到 有可能是早上 下午下午 OK不要紧 就是这个时钟 然后 其实我有一点忘记 所以求主原料 如果我画的不准的话 倒是我知道三个针 是指做什么方向 一个是指做还没有到六点 比较 所以这个是比较长 还是比较短的 就有一个问题 当时 就是我就画短的 指做七点的单位 七点再过一点点 然后又有一个九点 那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神奇事件 我们七点二十九分 对不对 这样就看起来 差不多是七点二十九分 然后九 就如果大家看这个时钟的话 我们二十八号 圣灵那一天不是 前天不是画了 从八点的单位开始 就是二十八号开始 就是在八点的单位 所以我写二十八号 是在八点的单位 二十九 然后走走走 一圈呢 西方二十八号 就是十号 五月十号 就是星期日 然后东方呢 就到五月十一号 也就是星期一 OK 所以是三个一 对不对 那九点的位置是什么 九点就是五月十一号 OK 五月十一号 这讲说东方 这就配合东方的时间 就是五月十一号呢 七点二十九分 OK 可以说七点半 七点二十九分 是不是讲到 我们回家的时间呢 那是东方 OK 那西方呢 在第四那边 有写着二十六 对不对 后来 我在想说 什么二十六啊 是不是欧曼二十六 什么 当时欧曼二十六呢 是五月五号 那后来 他给我看到意象 讲说什么 只是下午 只是下午是什么 就是讲到时间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东方七点二十九分 西方呢 那就是八点二十九分了 那是二六的意思是什么 大家知道 七点二十九分 或者是八点二十九分 八点二十九分还没有到中间 对不对 还是属于七点 那八点二十九分 还是属于八点 对不对 还差了一分 一分钟才到中间 对不对 所以这边讲说 只是下午 就是下午八点 也可以说八点二十九分 因为八点二十九分 也是八点 然后 所以就是准备好 这是一个数学方式 就是神用最简单的方式 跟大家讲 他要跟大家讲的话 好 接下来 六回去一 那边有看到 八三 八加三是什么 十一 然后有看到八 八就是加 然后有看到十 十就是五月十号 又有看到十一 十一是背题 也是五月十一号 这是大家expecting的 然后也有看到这个十字架 是白色的指示 不是十字架 是这个箭头是白色的向上 OK 这箭头向上 蛮大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方格 是不是讲到这个世界的 代表这个世界上去 好 第二个图片是看到圣灵 圣灵他就手就这样挥下 这样挥挥挥手 这样叫我们跟着他 OK 来跟着我 然后他就走向西方那边 可以讲说在我的前面 然后走到西 就出去 然后又看到谁 看到我的子儿弟弟 是我的四妹的大儿子 这个弟弟 弟弟他是有老婆了 对不起还是叫他弟弟 从小到大叫弟弟 然后他有老婆有baby 然后他就看到他 他说他 好像我看到的他 他是比较瘦一点 但是记得他的脸 他脸是我的子儿的脸 然后他就也挥挥手 这样说 他就挥挥手说 来跟着我 他就出去了 就是讲说 我这个子儿是主耶稣的新娘 对不对 他一路来都有准备 主耶稣的新娘 因为主耶稣就是他的希望 也是他的盼望 所以他就是主耶稣的新娘 就好像启示录22章里面 说什么圣灵 对对对 就是22章里面 我忘记是第几节 快要到后面 讲说圣灵跟新娘说 来 come 所以有圣灵也有新娘 圣灵跟新娘一起 跟世人讲来 come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呢 主耶稣的新娘 我们要鼓励别人 现在时间要挡草除根了 要分割了 还没有之前 快点要家人 孩子们 妻子 丈夫 亲戚朋友们 准备好 主耶稣就要来了 相信的就有得救 不相信的就留下来 但是毕竟你没有跟他讲 他不知道 他没有准备 也是留下来 当时你跟他讲了之后 至少有一个五十五十八千的机会 对不对 OK 所以就给别人一个机会好不好 所以就要像圣灵跟他的新娘 这一次看到是弟弟说 come 来 来跟着上帝跟主耶稣的新娘 OK 来 来就是回天国好不好 当然我们的身体有个改变 是自治上去了 OK 第三我已经讲过主耶稣从东到西 也是一个muscular很强壮的 他已经得胜了 OK 出来要来带大家回家了 好 接下来第五那边是五点凌晨 昨天五点凌晨已经一天过了 就这样 我今天听到声音说 谁的钱 我在想说 怎么会想到钱 我没有想 但是听到声音是讲厦门话 他们哪里露威 他们哪里露威 谁的钱 谁的钱 然后呢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讲的话 他就看到一双 一只手 一双 一只手 一双手 一双手 这手呢 是拿着两个包装 两个 两个包装 另外一手就把它 里面的灰尘什么 不是灰尘 里面东西 全部把它丢了 丢了 什么呢 就是 他就是说 你以后的钱 你就算你留很多钱 以后就是没有价值的 value less 没有价值 你一直在生生生生生生生 留下在这个世界 认为可以享受 对不起 上帝是说 对不起 你的钱以后是没有价值的 ok 不值钱的 你要买 你要买一点事物 就要用现在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去买的 就是钱变成没有价值了 所以大家 那么没有钱人就好像弟弟这样 很辛苦的过日子 那弟弟在 耶 我要回家了 那些有钱的 哎呦 我一生赚了这么多钱 我很辛苦的留着 我现在就像莉莉这样 说看到就是丢在垃圾里面 没有价值 哎呀 我不相信莉莉的话了 那对不起 你一直在在骗自己 为什么要骗自己呢 神讲这样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之前很多 我家人为什么相信我 因为很多的译言都成就 可以讲每一个译言都成就 所以包括我的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这些尤其是跟着我几十年了 都知道说妈妈讲的话 以圣地从上帝而来 是从上帝而来一定成就的 好 接下来就是看到一只蓝色的笔 对不起我画的不像 蓝色的笔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蓝色的言签了 那也是我们想起什么 因为28号就是在8点的单位 29号就是在9点的单位 所以之前不是有看到8跟9连接在一起 然后又有青色又有蓝色 对不对 OK 然后8点跟9点的单位也是走了一圈 也就是5月10号是在8点的单位 5月11号也是在9就是在9点的单位 好 那接下来有看到一个容器是最小的容器 家中用的容器 它的盖子是蓝色的 也看到这个印象 还有看到三粒 在前面是有白色有紫色有青色 然后有下来就看到很多葡萄 也不是说很多 就差不多是10粒还是12粒到12粒这么多 所以那前面代表什么 是代表这最后的三天 还是代表天父天子圣灵呢 OK 那不要紧大家都很清楚 代表天父天子圣灵 也可以代表最后的时间了 回家了 感谢张美酒 那大家知道紫色就是 就是就是上帝了 上帝大概可以讲说上帝 然后旁边是最后的两天 然后下面就其他的日子 就是回家了 那接下来是看 第七那边是看到这个很亮的光 好像两条线这样 之前也是有看到 跟我跟女婿讲过的时候 就看到两条线 两条线的光好多次看到 但是昨天早凌晨就看到了 很亮的光的两条线 也就是两条线是蛮大的 然后他就上上 上两下然后又上上发射两次 发射上上就是发射发射 然后又发射发射 就全部是发射四次 好 四就是代表天国 就是回家的时间 好 接下来大家记得这个狼色的始终中间是写着四的 写着四 四就代表天国 这天国那边是四月呢 就好像我看到一些 orange color 橙色的在二十一那边 写着十二字四月 什么十二字四月 十二就是亡了 对不对 那四月就是这个始终中间写着四 ok 四 然后就是这个月 ok 四月 我们这边进入五月了 大大很有可能东方 不是东方 新天新地那边是四月了 但是不要紧 就是说天国的月 四就是天国 那天国的四月就是天国的月 每个月的月 就是所以为什么 最后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是属于天国的 好这就是在这里面 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天国 是不可还是可 好接下来 那你说莉莉亚 我跟了这么辛苦几年了 为什么不可呢 大家只是看人的心 不是说你勉强的走过每一天 跟着这些信息就是这样了 没有 ok在当中到底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心是不是在这个世界 还是跟主耶稣在一起 我们的心是不是在天国里头 所以大家要想一想 自己信在哪里 上帝是看人的心 好 而且心为上也要合格 对不对 心为上要喜悦上帝了 当然如果你不相信 而且也不去听 你觉得是无所谓的 有听没有听 一样的 那这个心为方面已经大错特做 更不用讲到什么信不信了 那接下来就看到两条香蕉 好两条香蕉 大家知道香蕉是汪汪的 ok一条香蕉是代表帮个圆形 帮个圆形 所以两条香蕉就是一个圆形 就是最后的一天 这些很简单 不是给我们看到 帮个月亮这样会发光的 对不对 就是出现在我厨房的下面 它会发光我照了很多照片 而且那Google把它形成一个video 对不对 就可以看到它发光 其实我看到的光是非常亮的光 好 接下来照不到了 一直看到你照已经miss掉了 好 第13那边是看到这个大拇指 这个大拇指是我这边的大拇指 好像我的手指的大拇指 或者是主耶稣从这圣灵 从我这边发出来这个大拇指 就说葬时间到了 葬了 现在进入最后一圈 ok 葬梅族 好 第14那边是看到一个心 好像一颗心 ok 然后有一条黑色的线 就是指做10点和11点 就是最后一个圆圈 也是一个爱心 一个爱心 红色的爱心 大家带有爱心的就上去 要有红色的心 ok 要有红色的心 而且是线上自己的 就会向着10点11点 西方10点 东方11点回家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有一个 葬在东方那边 还有一个十字架 很大的十字架 最后好像写着 意义 就是最后一圈 实在在这个人呢 就是来到主作前 来到十字架 ok 所以圣灵 上帝在跟我们讲 我们要回到十字架 ok 当才已经读过了 读过了 不要做十字架的仇敌 不要心在这个世界 不要爱慕虚荣 不要做害羞的事 什么害羞的事 大家都清楚 就是神说 你来到十字架 来到十字架 信上自己 祈约上帝 现在已经最后一圈了 这就是这个意义的意思 那接下来 我忘记写号码 那接下来 有看到三条线 三条红 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 那中间有两个方格 就是二三只 可以代表二三只 或者是代表一个方格 三条线 然后中间是有两个space 是不是代表六天六呢 之前有看到六六 对不对 就是最后一圈了 好 你有看到这 这是什么 这是几话 十一话 所以大概可以说 剩下十一天 昨天剩下十一天 今天大概剩下十天了 那接下来就是看到 青色的灯 青色的灯 在天上那边发亮 青色的 在天上那边发亮 就是说青色了 进入青色了 然后看到圣灵的手 画了一个灵 OK 圣灵的手画了一个灵 就是进入的 最后的一圈 就是灵的圈 OK 灵圈 好 接下来十二日四月 我已经讲过了 要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七八就是最后一个圆 七八 七就是完了 八就是回家 然后八是在两点的单位 就是二十八 对不对 OK 接下来有看到一条线 写着三 然后下面写着三 是我们想起之前看到的 一条蓝色的一条线 后面写着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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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后面 大概可以说后面又加了两 大家不是五月六号吗 五月六号 五月五号 对不对 然后面再加了几天 就是恩典的时间 就是回家了 了 后面就是了 回家了 好 接下来有看到二十四四四 我这边是讲二十四四两个圆圈 对不对 然后两个圆圈已经亡了 那也是可以讲说两个圆圈 第三个圆圈就是二十五号开始 然后走到五月六号 对不对 那五月七号是之前看到七八 对五月七号就是在一点的单位 就是第二个圆圈 稍后